晨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是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前半段到第十七节 在第十五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 这个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一个教导 讲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有一个非常贴近生活的图画 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我们要看到如果我们常在基督里面 会有哪九个果子呢 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的话 会有哪九个后果呢 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一开始就讲到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然后就讲到说 我们呢就是耶稣的知子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讲到 一个重要的三角关系 就是圣子圣父以及你我的关系 那在这个关系里面呢 就是以葡萄树作为一个图画 那天父呢就是圆丁 就是栽培这个葡萄树的 所以呢这个葡萄树会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能够长得很好呢 都是在天父的手中 当然在天父的修剪之时啊 这个葡萄树一定会长得非常好的 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知子 他就剪去 那我们看到一个圆丁 他要来照顾葡萄树 一个重要的责任呢 就是要修剪这个知子 那我们就是他的知子 所以呢他会来修剪我们 天父会来修剪我们 那他修剪我们的话 有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结果子的呢 这样的知子他就把它剪掉了 那如果他是会结果子的 那这个圆丁就是天父呢 就会把它剪干净 这个修理好 让这个知子呢 结出更多的果子 那如果说我们有种过果树的人呢 就知道就是如果果子要长得多 长得好的话呢 这个知子呢 就不能够让他随便长 而是要做一些修剪了 然后呢 第三节里面讲到说 我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 天父借着耶稣所讲的道 来修剪我们 所以呢我们生命得到修剪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就是神的话语了 神的话语 我们一接触 我们就知道什么地方要改 什么地方要修整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够结果子了 所以常常读神的话语 实现神的话语 我们悔改认罪 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了 然后耶稣接着在第四节里 讲到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知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 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在基督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结果子 那这地方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藏在基督里的时候呢 基督也会藏在我们里面 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藏在基督里呢 这可以说是我们跟耶稣关系里面 一个非常重大的追求 就是我们要追求在基督里 这个意思呢 可以说就是要常常跟基督连结 你的生命是不是常常跟基督连结吗 你的生命是不是跟基督有连结呢 那常跟基督连结就是我们常思念基督 我们常常在他的爱里面 我们爱慕他 寻求他 同时呢 常在基督里也是能够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当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的时候 就会常在基督里了 那常在基督里面 也是我们常常敬拜他 我们常常的尊崇他 尊他做主 这些呢 都是让我们常住在基督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想 我们常在基督里 基督常在我们里面 什么是基督常在我们里面呢 其实呢 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圣灵啊 基督借着圣灵 常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生命 给我们泉源 给我们力量 话语 给我们亮光 所以我们要常在基督里 基督也常在我们里面 第五节讲到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这个就是 我们跟基督关系的一个 非常鲜活的图画了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呢 我们就像是葡萄树的枝子 如果这个枝子啊 没有在葡萄树上面的话 那这个枝子呢 什么都不能做 不能够结果子 事实上呢 也会枯干了 所以他说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离了神 生命就会枯干 最后的结局呢 就是被火烧了 所以呢 我们真是要常常的 与基督联合 常常的住在他的里面 那当我们能够 常住在基督里 基督也藏在我们里面 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 所以果子呢 是因为有生命 生命就是从圣灵而来的 第七节讲到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所以呢 我们常在基督里面 基督呢 就会常常提醒我们 他的话语 圣灵会常常 把他的话 摆在我们的里面 这样子呢 我们所祷告的 神就要成就了 所以我们祷告 怎么样能够 常常成就呢 就是 让神的话 藏在我们里面 神的话 常常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的祷告 就会是在神的旨意当中 也就能够成就了 然后呢 接着讲到说 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 天父就能够得荣耀 那我们也就是基督的门徒了 所以多结果子 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目标 如此我们就可以荣耀神了 我爱你们就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所以耶稣对我们的爱啊 所以说是没有比这更大的 因为呢 他对我们的爱就像父对他的爱 爱一样 然后呢 在11节 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你 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啊 所以呢 当我们能够常常的在基督里 基督就常常的在我们里面 他的话语 他的爱 也常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 那这个果子也能够荣耀父神了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神的喜乐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了 所以常在基督里 就是叫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了 接下来呢 耶稣又说 你提醒啊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了 这是在最后版材第二次 讲到这一句话 然后呢 讲到说 你们如果真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做耶稣的朋友呢 就是要遵行他的命令 就是要彼此相爱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们就是耶稣的朋友了 然后再讲到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所以当我们常在基督里面 就能够结果子 结果子就使得 天我们所祈求的都能够得到 所以整理一下呢 我们看到如果常在基督里的话 就会有九个后果 这好像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有九个一样 那常在基督里面 有九个后果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就会常在我们里面了 基督的道也会常在我们的里面 第三个就是我们常在基督的爱里面 第四个 祷告蒙应允 第五个就能够多结果子 第六个就是荣耀父神 第七个 主的喜乐就常在我们的里面 第八个就是喜乐满足 第九个 就是我们的果子能够常存 感谢主 让我们常在主的里面 就有最丰盛的人生了 阿们 第六个 感谢观看